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整个航太工业的一个权盛的时期 但是从我们这个IGF停产之后 整个航太产业就逐渐的自威 其实我们本期词问 我们真的当初的时候是有点小孩玩大车 因为国内的工业随着并没有照亮的程度 所以我们直接去做这么高级的飞机的时候 事实上有点困难 但是我们后来的话 整个国内的航空界也慢慢的开始沉渐下来 去落实说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且是以我们国内来讲的话 我们的电子产业跟我们的机械产业 事实上都相当的发达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直接坐有人的飞机 这个会创造一些法规的问题 安全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很难直接进入这个门槛 但是无人飞机的话 它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法规的建制 那我们国内的电子业跟机械产业就相当的发达 如果说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话 所以我们的无人飞机 当然可以说跟国外做一个抗论 也就是这样子 不是让我们从1999年就开始 那我们就鼓励了我们的年轻的学生 从这一方面的努力 也就是说我们从基础过去 也就是说从我们的教育训练 从人才然后慢慢结合 国内真正的我们的产业 我们把这一项事情逐步逐步的做了 那现在已经起一个年头了 那刚开始的时候 就由于我们这个陈萨 他们的这个产战经营 然后召集了像比如说 丹江 中正这几个学校 各自来办一些比赛 但是从1997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有一个很正式的 一个规模的一个竞赛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整个的赛程 也都越来越扩大 那这当中的话 当然是经过很多的努力 尤其是我们非常感谢行东县政府 尤其是朝鲜长当任以后 非常的努力 大力的支持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场地 然后它也非常的热心的 各方面给我们的福利 所以说不管是在大鹏湾 或者是说在艾表姬这边的话 都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能够在这里的运作 那今年的话呢 我们这个比赛呢 已经进入第一个年头 那明年是民国一百年 那我相信的话呢 可能还有更正差的 因为今天已经有 印尼啊 还有一些国际的队伍来参加了 那明年的话呢 据我所知的话 很大陆呢 也会派他们的游 游政的队伍呢 来这边给我们进行这个观摩的活动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赛事呢 已经逐渐变成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赛事了 我们也很希望呢 就有这个赛事呢 赛事呢 赛事提升呢 国内的这个水损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现在的无人飞机呢 已经做到非常的好 那事实上在空中可以停留两三天都没有问题 那它的用途呢 就非常的多 我想等下呢 我们的赖教授呢 会跟各位在做介绍 那事实上 未来的趋势的话呢 最近可能都是没有人在下 所以呢 我们国内呢 在这边呢 现在开始努力的话呢 迎头赶上 我相信呢 我们也是可以积升在世界的这个前面的 那我们在这边呢 谢谢各位先进 尤其谢谢曹县长给我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细者先生的给我们的鼓励 我希望呢 我们这个活动能够越翻越好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